大家好,针对美军军用飞机降落台湾台北 这件事儿呢,人民日报钟声发表了文章 奉劝美方不要继续误判形势 人民日报钟声,这个应该是最高级的警告 上次那个C17钟声也警告 必须正告美方任何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算计都是自欺欺人 这是告诉美国人 不仅不会动摇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而且会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 其破坏台海和平的险恶用心 意思就是告诉美国人,中国就是要统一的 你现在这么做,其实就是告诉国际你在阻止中国统一 就这意思 7月15日有媒体报道称美军一架运输机降落台湾 美方这一冒险挑衅行径,无非是要继续打台湾牌 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必须正告美方,任何在台湾问题上政治算计都是自欺欺人 不仅不会动摇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而且会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其破坏台海和平的险恶用心 那他说的什么,要继续打台湾牌 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不可告人的 我谈过吧,就是什么 就是要换句话说要抓住中国的尾巴 大家说中国现在最有钱 那我所有的事情只要掐一掐台湾 现在只要是捅,我就失去了台湾这张牌了 但是我如果是保证你台湾不被捅 别管核桶和武桶 只要不被捅的话 那台湾这张牌永远在这 我就永远可以在你中国身上扎血 你要喝血 你看台湾这个是不是就变成中国的软肋了 你可以看到,那你说中国能允许吗 所以肯定不能允许 咱们主席已经谈了七一 肯定要武统 肯定是要统一的 所以看这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就是这个 美国人想骑在中国人民头上 利用台湾来什么,来榨干中国血汗 美债 他现在想中国买五千亿美债 买美债什么意思 就是要给美国人输血 他想白喝中国人血 中国这个财富都是血汗钱 他真的想白得 咱们中国人有战略定义什么意思 就是不以美方的要求 而是这个有任何行动 现在只是观察 现在美国人非常急 美方行径错误 性质十分明显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外军飞机降落中国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 任何外国舰机擅闯中国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 记住啊 中国人啊 咱们中国大陆说的什么 任何外国军机降落中国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 他们说那我是中华民国啊 那也什么意思 中国现在把台湾认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押范围内 而不是说这个之前考虑到两岸的发展 而是一直是模糊 现在是不考虑中华民国了 大陆已经不考虑中华民国 就是只是 以前提的是中国政府许可 而现在是完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 我觉得这句话已经告诉大家什么 台湾你没有中华民国存在 不可能有中华民国存在 就未来也不可能 任何外国军机擅闯中国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 我现在得到消息很有可能未来会被击落 这种军用运输机很可能被击落 中国广国已经正告美方切勿玩火 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 释放错误性 这已经第二次了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我觉得现在好戏来了 美国人敢敢进行第三次测试 这些人就是在测吧 敢敢进行第三次测试 OK那中国我觉得应该开会 要避免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台独现在是认为美国人保护你 所以那可以要搞 但是现在是个什么时间节点 就是台湾岛内在修改 修改宪法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避免加剧台湾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 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高度戒备态势 这个有一个重要信号是什么呢 咱们今天碳排放 碳排放已经挂牌上市 开市 但你看就在开市前一天 美军军机来这制造紧张局势 什么意思 他就不希望你中国在这个 换讲说你在和平的稳定的环境里面 建设经济 不希望你建设 你想想中国的碳排放市场 如果是成了一个定价权的市场 碳排放市场 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定价权 你想想是不是 中国就获得了现在是唯一的一个定价权 以前那个什么金属 对吧 贵金属是在伦敦 对吧 石油和这个黄金 也是分别在伦敦和纽约 对吧 农产民在纽约 这大宗商品是不是都在欧美啊 你发现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新的碳排放权 中国开市了 已经开始上市 那这个定价权 如果是以人民币结算 对吧 如果中国获得了 所以他这个美军的军机来制造紧张局势 还有一个 是我独家的分析 是还有一个意图非常简单 就是告诉全世界 我在这制造紧张局势 让这些资金远离中国大陆 他在破坏中国 中国的经济 但是今天看开盘还是涨的 你看这个 咱们中国媒体也是爆了 是涨的 换句话说美国这个阴谋没得逞 但背后居然是 就是现在最麻烦的是台湾 这是中国崛起路上最大的一个绊脚石 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间接粉碎任何台独的图谋 一段时间以来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屡屡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还企图拉拢其他一些国家炒作台湾问题 美方频频打台湾牌 根本上看是因为其保持冷战和零和司令 什么意思 美国人就是你赢 那我就输 他这个思维 而不是说你赢 我也赢 他要这么想的话就好了 这个思维我觉得就是一种大权 就是要独占 而且不断升级对华施压 对抗 企图遏制中国发展 最核心就是遏制中国发展 在你中国马上碳排放 第二天要上市开市的这一天 之前你居然搞这么一出 台湾战争来做这个威胁 你可以就是吓跑这些资金 美国国内国际社会 有时知识都表达了深重忧虑 日前呢 昆西研究所正义外交政策 28家美国反战和进步团体 发公开信 强调一个中国政策 对保持地区和平重要性 并警告美方的相关政策变动 可能带来局势 破坏要升级的风险 现在是一个中国 其实就代表什么 大家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双方的解读 不破坏什么一个中国的 这个原则就是不破坏中国的主权 还是在中国就一个中国 主权不破坏 不破坏中国 领土完整 但是承认是一个中国 但是意识形态我没有去分歧 对吧 那边是中华民国 搞民主 这边是自由民主那一套 美国那一套 而这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搞的是受主义这套 那等于是什么 双方只是在意识形态有矛盾 在国家领土这块没矛盾 但是偏偏出现一个什么 突然一个台湾人 一群台湾人 这台独分子 他们是假借民主来搞什么 搞台独 他等于是什么 假借说自己也是追求自由民主的 然后呢 来搞实际的是台独 所以你说这个美国人头疼吧 也头疼 但是现在发现什么 正好你可以被我利用 因为你可以 反正说麻烦制造者 你可以破坏中国大陆的和平发展 继续看这个人民日报终生 他接下来评论 那新加坡国立大学马凯硕 指出呢 美国冒犯中国的做法 只会导致自己被孤立 美国资深外交官傅利民 也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采取攻击性政策 终将证明会令美国自食其果 众所周知 这都是钟声的文章 众所周知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和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必须明白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 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和退让空间 什么意思 这钟声告诉美国人 我的底线就是台湾敌 没有退让空间 那你看现在美国人就逼着你 没有退让空间 什么意思 就逼着你动手 事实上啊 就在日前 美国政府高官还对外表示 不支持台湾独立 坎贝尔 称呢 美国完全了解其敏感性 美方既然知道台湾的敏感性 就必须言行一致 把坚持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表态落实到实处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严重损坏 人民日报终生啊 这个就是代表中央了 你可以想中央的意思 这个很明确了 这个你美国人既然知道敏感性 之前还谈了 高官说了 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你现在呢 这行动上明显不是在 不是在这么做 而是什么 而是用军机来访台 你可以想 这明显就在给这帮台独分子撑腰 所以这个是明显损害 损害稳定 损害稳定 其实这就是目的 想想是不是 美国人用这个军机来干什么 是不是就在制造不稳定 制造不稳定 就是阻止你经济发展 你看 他的用意也非常明白 咱们只能这么说 但你确实阻止不了人这么做 他要破坏是肯定的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失之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华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 决心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必须统一 必然统一 奉劝美方不要 继续误判形势 及早放弃 借台湾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 遏制中国发展的妄想 你看他把所有的原因都已经概括出来了 就是美国人要遏制中国发展 这次 就每每中国要搞经济的时候 ok我就把你的重心往军上转移 就是遏制你发展 你可以想想 你说中国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 武统还能怎么办 对吧 这个长动不是短动 你如果是迅速解决 真的是迅速解决 美国人现在是一点招都没有 大家知道他现在没招 他有招他早就解决 他没招嘛 所以他现在憋招呢 自己的积累 积攒一些能力 但是看长期看他也没什么能力 因为中国只要还继续发展 他就没办法 所以中国这边呢 也是只要继续发展 是美国人阻挡不了 咱们中国人要明白这点 但就每每中国发展的时候 他会把台湾人扔出去 每次都是中国要发展的时候 把台湾人扔出去 给我上 台湾人也是 真的是非常高兴的 我觉得这就是中华民族 现在是最可悲的一点 民族内部还有一群人 还有一群人 在这个体外族 在干什么 在阻止本民族发展 你可以想是多么可耻 不是台湾人自己想想 当然他们自私 我之前谈过 台湾人的本性 他裂根的点 就是在自私 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耻 中文人讲廉耻 他不觉得廉耻 不觉得这是很羞耻 因为他自私 他想的是我台湾人有钱了 我就不管别人 他想的是这个 但是在中国古代上 这个思维 从这个儒家 从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我算是圣人的所有的一些 教化的 所有的历史典故上 看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被贬为这种 贬为这种最下等级的思维 大家知道 这个前不久 黑海 俄罗斯 真的是在这个 英国军舰前方投了大把 十弹 我觉得下次 咱们解放军应该是开始准备十弹 准备十弹准备了 如果中国是没有第二天的这个碳排放 开这个上市这个事 我觉得当天有可能就开始 对这个美军的这架飞机 应该是进行警告驱离 所以针对15号 这个一架军机降落台湾 咱们国防部也强表态了 台湾是中国领土 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 任何外军飞机降落 我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许可 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 都将引发严重后果 军方专家也认为 这个外军对我造成的威胁程度不同的 解放军将采取包括驱离 火力警告击落不同措施 所以你看他选择的是一架运输机 那就根据我威胁我程度不同吧 那我就这个威胁程度最低 最低就是驱离嘛 那你如果是一架战斗机 那我有可能就火力警告 或者是直接击落 那这架这个C146啊 我觉得这是有意而为之 有意而为之 没什么说 有意而为之 而且包括那个C17 但是他只派了运输机 他也知道敏感性 我之前谈过这个美国人要跟中国人干什么 不要打热战 两国要建立一个热线 就是不要打热战 双方要干什么 拼实力嘛 冷战 搞冷战 讲的是用实力来 拖垮的地方 打消货战 所以你看这个美国既然是这个总的战略 那他所有的行动是不是都比较这个总战略 他不要给你中国打热战 所以他就派了一架军运输机 而且是什么呢 而且是这个 这就是比实力啊 就是什么意思 你中国能不能发现我 首先第一点能发现我 而且能辨别出我是运输机 如果你跟我打 你把我这架运输机击落 那中国也他也发现中国人也不想跟他展开热战 双方在干什么 双方在耗 包括中国认定 这个台湾整个的整个空域 中国都已经掌控 从这开始就是中国有能力掌控全部台湾空 这是能力也是一种消耗战 那美军是不是也在这做的 也在做一种消耗战 双方在这耗 那就比的是比拼的国力 既然不打热战 那咱们都不打 不打的话咱比拼什么 比拼就是剩下的了 技术装备 对吧 各种水平的 这个飞行员等等 各种层级的比拼就开始了 你看这个现在就这样 如果是双方真要打 根本就不是运输机的事了 早就开干了 双方还是希望什么呢 还是希望用这个能力来压倒对方 就绝对是能力来压倒对方 而不是通过这种直接短促的这种火力 攻击 那咱们国防部也讲啊 应该是要警告啊 美方表明中国必须统一 必人统一 很有可能是什么呢 很有可能台湾啊 这个这个 这件事啊 就美军军机到台湾这件事 很有可能要变成一个常态 但是我刚才谈了 再一再二 你还要再三吗 咱中国肯定不能允许他再三了 很有可能下次就是直接 直接驱离 应该是战斗机 直接驱离 从某种意义上说呢 这种军事任务啊 咱们中国是可以什么 严重的话就可以击落的 这是符合相关国际相关的规定 也符合相关的安全法规的 就解放军啊 有权保卫 包括台湾在内领土领空 领海不受外来侵犯 所以有可能是美国如果再继续 都算禁止 无端试探彩虹线 会发现有些红线是 踩不得的 你看他为什么待三十多分钟 原因什么 原因他把他回不去啊 对吧 他待三十分钟 其实就是 这三十多分钟应该就是 让大陆 让大陆 这个难受 但是他也明白 大陆已经有行动了 应该是紧急飞机起飞了 他应该在冲绳雷达发现 大陆有战机起飞 他在这个大陆军机起飞 这个马上要到达这个附近 对他进行相关的拦截之前 立刻要返回冲手 所以他也只待了三十多分钟 运到货以后立刻回去 咱们学俄罗斯啊 他真是头大 我觉得确实应该学一学 就是至少在某些 某些环节吧 某些环节确实应该开火 这种特种作战的飞机 我觉得美国人是玩的很熟啊 很熟 就是用这种小事 然后一直的来什么 来制造麻烦 这种麻烦啊 就是阻止中国发展 还是刚才我判的 会不会变成常态呢 对吧 他有一有二了 对吧 如果第三次 他一定会有第三次 我现在可以跟他打保镖 他已经看到第一次没打 第二次也没有打 对吧 他一定会来第三次 那第三次怎么办呢 对吧 现在所有人都在想 解放军怎么硬 第三次 你既然不想跟美国人直接热战 只想冷战 那他的飞机进入了这个 进入这个地方 你怎么拦截 目前看美军啊 很有可能要把这个军机入台 要搞成一个常态化的 常态化 先是疫苗对吧 现在又搞这个送这个包裹 你可以想想这个 这个行为啊 就是有一而逼之啊 精心策划 美国人的上次啊 这个C17送疫苗 然后一个月啊 然后C146送这个外 送快递 三件一点是 台湾当局在配合 大家发现了 他不阻止啊 对吧 他配合啊 根据这个台湾 中国时报的分析啊 那美国政府运送外交包裹 多半由民间合作的快递公司 对吧 那美方啊 不用这个途径 刻意派军机专程来台交付 也是相当不寻常 还现在又不是AIT处长 刚交接之际对吧 12号抵台的新人处长孙小雅 要等待隔离 检疫和自我健康管理器满 才能到任 这段时间无法处理公务啊 看不出美方啊 必须派军机专程送外交包裹的 紧拨性 十万火机情况的美方派啊 军用啊 军机当快递抵台啊 这个现在根本就不是十万几年的情况 那当然是个政治动作 对吧 用意有可能就是要让军机飞台湾成为了常态 不管是送疫苗还是送包裹啊 遇到适当的时机就会派军机来台降落 安排啊 比有用心 地勤呢 都是由交由这个啊 以前的地勤工作都是交由这个华信和台勤公司处理 不让台湾空军啊 参与其中的 就说明美军军机来台湾 美方掌握主动权 掌控全局啊 美军机飞台啊 敏感性啊 与台湾空军是保持一定界限啊 所以这次啊停留不到啊不到这个一个小时啊就半个多小时的一个快闪 呃都是一个精心策划 有弹性啊 而且不定时的不定机型啊 这种行动 未来啊 美国人很有可能把它固定化啊 时不时的就给你来一次 咱们大陆怎么应对呢 现在啊 呃我觉得 就是加快武统啊 加快武统不法啊 这种挑衅其实对中国你说有什么安全应用 它是个运输机啊 其实对中国大陆安全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你反应过度的话 就会什么 就会把这个经济这张牌 刚才讲了吧 反应过度的话 很有可能把经济牌 这个良性循环的顺序 就中国现在是疫情之后的复苏啊 那疫情之后的复苏 经济复苏 你如果是突然转向军事 是不是就等于这张牌 打烂了 对吧 所以中国人是战略定理啊 非常谨慎